早期因為比較常就是走秀啊 還有一些拍照 那那個時候就是我 比較常會要就是面對觀眾 要笑 然後我後來有發現到說 因為我就是皮笑肉不笑 所以就是上半臉不要動 動下半臉 到現在之後 我有去做了一個就是分析統計 對 就是分析我以前前男友啊 然後還有和我現在的老公 我有發現到說男生你可以 其實你可以去觀察 他是不是一個富有責任感的人 那請你為我們示範一下 怎麼樣可以避免老化 然後你剛剛說的那個 皮笑肉不笑的方法怎麼樣做 其實我早期因為比較常就是走秀啊 還有一些拍照 那那個時候就是我 比較常會要就是面對觀眾 要笑 然後我後來有發現到說 因為我就是皮笑肉不笑 所以就是上半臉不要動 動下半臉 就是你在笑的時候就是會這樣 就是其實我是在笑的 然後可以這樣講話 可是我上面其實眼睛是沒有沒有笑 可是你看起來我還是在笑的 對 但是這樣子其實可以就是預防 就是你眼睛不要有這麼多的動作 對 不要就是笑到讓你覺得 大笑 因為大笑的話其實會常常讓我們就是 就是有魚尾紋 或者是會有那個法令紋出現 對 所以現在其實蠻多女生最大的問題就是 因為看起來會比較老就是皺紋嘛 對 那皺紋的話你就是會有魚尾紋啊 法令紋 然後甚至你可能比較常講話的女生 就會有這兩條的一個木耳紋 就是盡量避免說這樣子的一個 肌肉紋產生 我覺得這是我後來發現的一個小撇步 所以就是下巴 就是你讓下巴這樣笑 可是你看上面其實是 我不笑和笑 我眼睛其實是沒有動的 對 要練習一下 對這個要練習 萬一真的有木耳紋啊 什麼紋的話要怎麼辦 如果真的有就是木耳紋的話 這真的就只能打玻尿酸啦 對就是還是要進醫美保養啦 但是像我本身就是比較少去做這些 可是如果真的需要的話 我還是會進場維修一下 像女生最常遇到的就是 臉膚色暗沉啊 或者是說就是有皺紋 這個其實都是因為你的保濕不夠 對 所以像我平常就是 我一定會勤加敷面膜 然後敷完面膜 我很推薦一定要用 就是比較保濕度 或者保水度比較好的一些 精華液或乳液 再把它鎖水一次 像我都一定會敷完 我們家那個 辛彩生物纖維面膜之後 我會再上一層 我們的明星商品 上完之後 我整個臉的那個保濕度 就會很 提高非常多 對 而且上妝服貼感也很好 那你上面膜的 敷面膜的頻率是多長 我如果有活動的話 對就是可能那幾天有活動 要出席的話 我就會每天敷 就是等於說有點像是在 讓自己救急 那如果沒有的話 我平常敷面膜次數 也至少有兩到三次 一週兩到三次 嗯 一週兩到三次 算是蠻頻繁的 但是我覺得這個錢不能省 保濕度真的對於你 有沒有辦法延長老化 有很大的作用 那再來就是另外一個話題了 就是怎麼樣可以 教我們現在年輕的女性 當然不是我的 喜歡年輕女性 怎麼樣去慎選男生 避免渣男 因為最近電視新聞報很多 就是渣男啊 你有沒有什麼建議啊 分享一下 我以前交往的男朋友 其實也是有渣男 然後所以並不是說 我以前比較會選啊 怎麼樣的 但是我後來就是 到現在之後 我有去做了一個 就是分析統計 對 就是分析我以前前男友啊 然後還有和我現在的老公 我有發現到說 男生你可以 其實你可以去觀察 他是不是一個 富有責任感的人 不管說他是對於家庭 或者對於就是 工作上面 還有生活態度 他是不是具有責任感 因為像有的人他可能 有的男生他會就是 工作態度很隨性 然後你可以把它解讀為浪漫 但是實際上 他就是一個不負責任的人 他對自己的工作 他都沒有辦法負責 他要如何對你的人生負責 然後還有很多的渣男 他會講說 我就是一個不婚主義者 有的男生的確是因為 可能他 從小可能有一些陰影 或者某一些因素 導致他對於婚姻的不信任 可是我認識蠻多的一些男生 他其實就是 嘴上會說不想結婚 他其實是不想對你負責而已 或者他還不覺得你就是那一個人 其實我覺得 從這樣子的一些細節裡頭 可以去看出這個男生 到底願不願意跟你就是走長久 還有就是願不願意把你納入他的人生 變成他應該要負責的一個人 我們在安排一步 with 我們илась工資 走 heat 給你 人暨 人暨 人暨